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然和我抢队拜师 又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 仗着家里的长辈坐靠山想拜师 莫冤上神可是四海八荒静养的战神 怎么会收一只瘦弱的小狐狸 这 这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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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哲言少人 奇怪 这善子竟然选了他做主人 还以为四海八荒的战神 有三头六臂 谁曾想 是个比哲言还风流的小白良 他不会是识破了哲言的法术吧 思音 还不赶快见过摩渊上神 上神 十里桃林思音 因仰慕莫渊上神的威名 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 望上神收我为徒 这法器威力巨大 绝不能将与昆仑须之外的人 看来 她是我命天的徒弟了 少臣 полез 奢臣 你放在说你名叫什么 上神 小仙名宦思音 莫学子兰 我昆仑须已有十五名弟子 今日你们两个同日来拜师 不若点了头 该让谁做师兄 遮延上审 可有什么提议 遮延 拜托 我可不要做师弟 我们家这只野狐狸 看起来不牢靠 不如让他做师弟吧 那我不拜你为师了 你这小子 前一刻说要拜师 这一刻又不拜了 你把我们昆仑须当成什么了 就算你是遮延上神带来的 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昆仑须 怎么又不拜了 在家里我就是最小的 就因为我生得晚 怎么到这儿又成最小的了 就因为我比他 慢一步上山啊 太亏了 那么 为师将此膳赠你做法器 这样可公平了 师父 这是你今日刚得的法器啊 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昆仑须几万年来 才得到这儿一把法器 竟然给了他 是啊 就是啊 是不是这样太不公平了 公平 上神可不能骗我 我从不骗人 那好 那我就拜你为师 拜 请 请 再拜 请 三拜 请 起 从今日起 你们就是昆仑须 莫冤战神送下 十六弟子子兰神君 谢师父 十七弟子思阴神君 谢师父 师父 这扇子叫什么名字啊 玉卿昆仑膳 谢师父